天气状况带来关心了近期高温炎热 气象鼠也在今天的上午7点26分发布高温资讯 12个县市亮起了橙色的灯号 包含基隆双北地区跟苗栗中张头 云林嘉义南高平地区 今天白天的高温都有可能会达到36度 气象专家也发文说 紫外线报表外出的时候需要勇气 也提醒近期在中午时刻紫外线都偏强 甚至还可能会达到危险过量等级 所以建议大家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 这段时间要尽量避免外出 不管是上山下海这个时间恐怕都不会是最好的选择